打个招呼好吧 台湾的朋友好久没见 非常开心又来到台湾跟你们接线 也欢迎你回到你一个很有感情的地方 我们知道你这个演唱会是你在付出之后的第四套 第一个是Bag for Love 另外一个是DV 然后是Journey of Love 这是你的第四套 叫做一万天空爱慰老演唱会 唱回台湾呢 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 其实一直以来 我觉得我也是非常爱台湾这个地方 很有感情 因为其实90年代来这里 发片跟工作 所遇到过的人与世都是非常美好的 而且我自己人生的第一个演唱会 在94年就是在台湾开的 就是跟这里的朋友一起见证我 歌唱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所以能够30周年演唱会 可以回来台湾 我觉得是非常圆满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谢谢主办 宽文艺术 还有小巨蛋把日期披下来也是非常重要 然后一直以来非常照顾我的服帽唱片 团队还有老板都来了 在那边 嗨 这首歌让全世界华人地区都认得你了 之后台湾给你好多封号 最受欢迎香港歌星 最受欢迎女艺人 挡泥版女 你知道什么是挡泥版女生吗 知道啊 挡泥版女生 君中情人 那现在你比较不一样了 比较像一个part time 对不对 我看到很多媒体说 你是比较part time的一个艺人 那你回看90年代 你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回看那个时候啊 其实我觉得真的跟这个地方很有缘分 我在这里 我想我接受了很多爱 结交了很多友谊 比如说跟工作伙伴了 跟歌迷了 所以常常都感到自己是满满的幸福感 所以就是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了 每一个能够让喜欢我的人开心的机会 我都不想错过 因为我知道不可能永远都可以拥有这种的动力 去做大型的舞台表演 所以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也希望享受每一个过程 因为真的每一期都是倒数了 所以特别珍惜期待大约的见面 而且你一点都没有变 一点都没有变 你不信任他点头舞蹈上 今天呢 Dance保证 这样演唱应该是秒杀 就票一下卖完了 你可能考虑加场 今天每一位媒体朋友们保证 都你的粉丝 今天还有很多在后面的翘课翘班 今天特别来看Vivi呢 尖叫一下 1 2 3 WOW 谢谢 谢谢你们来 谢谢 刚刚你讲到你在唱演唱会 你在唱香港红堪之前 你是唱台湾的 是最爱演唱的 94年对不对 你唱了台北体育场 高雄体育场 还有彰化 相隔才25年 你现在唱回来了 你的心情紧张嘛 你要登上台北小区 也就是台北的红堪体育馆 还没紧张 还没紧张 我觉得现在就是 兴奋感过紧张了 对 好像在做梦的状态一样 其实我想说 我是一个越在 越大的舞台上面 越感到有安全感 越会放松起来 所以应该不要太担心 我应该不会太紧张 那希望你当天会有超随随演出 那说到台北场台北站 一定会跟别的地方比较不一样 因为你的国语专辑很多 那香港的曲目跟台北曲目 会不一样吗 会改变吗 会有什么惊喜吗 当然会有一点 因为其实在台湾 很多朋友都已经最近在网上留言 就希望要说听我唱什么歌曲 他们都已经非常努力去帮我选歌单了 所以我想我应该会看完大家的一些意见以后 然后再跟我的团队一起研究 我能要加什么国语歌上去 一定会有你们喜欢的 要开始背歌词了 哦 要开始 要开始背歌词 那每次演的都会当然期待 嘉宾啊 那这次林隆璇会来给你唱留言吧 我想告诉你 我们还没有开始去邀请嘉宾 那创意总结鼓祭 要等要等要等 真的哦 因为这期今天来 可以真的第一次跟我台湾的团队 跟每一个party见面 我真的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然后有大家来一起决定嘉宾的事情 然后也希望可以fans可以留言 告诉我们他们最喜欢看到谁来出现在我的舞台 在我的facebook